民众骑车行进台中环中路 就在停等红灯起步之后 就在下个路口目击 车火发生 一辆面包箱行车 原本打了右转灯要右转 结果车没转竟然又返回转正 就是这个瞬间 导致后方机车骑士过来闪避 因此跟旁边骑士发生碰撞 造成两辆机车碰撞倒地 而害人摔车的面包车驾驶 车子没停还想直接闹跑 热心骑士目击立刻坠上去 好 这一车祸就发生 在16号早上9点多 台中市的环中路上 热心骑士事后将画面公开在网路上 标题写下我想留他 但他觉得不用负责 只是面包箱行车骇人摔车 没停车查看或留下来处理 就自行离开 这样的行为其实已经触犯 肇事逃逸 那现在警方已将根据行车 记录器画面 要求驾驶档案说明 厘清沼泽 好 好